秋高氣爽,當然是去大嶼山秋遊 最近昂平市集新增了一個纜車探資館 裡面透露了不少昂平360一些鮮為人知的秘密 昂平纜車被不少媒體宣為世界十大最佳纜車 探資館不算大,主要以圖片和互動遊戲為主 資訊十分豐富 主要是介紹昂平纜車一些鮮為人知的部分 昂平纜車是用雙纜索運作 但纜索是怎樣的呢? 大家可以親自用手抽一抽纜索的樣本就知道 原來都重達6公斤 一格纜纜車是由纜索連接著 中間都會用到不少零件 透過3D立體纜車圖 就會知道一格纜車原來這樣組裝 玩這個VR遊戲 大家還可以暫時充當工程師 深入各纜車的重地 認識到這個十大燈山纜車背後的運作情況 講到最好玩的展品 我一定會選擇這個纜車操作員 要在1分鐘,雲速駕駛纜車 看就容易,但原來也挺難的 開得太快或太慢都不行 所有纜索都是由纜塔連接 如果坐纜車的時候大家細心的話 或者都會留意到纜塔是7組 數一數,其實是有8座纜塔 到底是甚麼原因呢? 都是因為環保 相信不少人都知道 昂平纜車是參考澳洲熱帶雨林纜車而建議 背後充滿環保的考慮 但大家或者真的不知道 當年興建昂平纜車 除了用了直升機運送足材物資 原來都用了6隻女孩幫忙運送 來到昂平市集 沒理由只去探資館 趁著秋天,大家再出動行山 市集又扮起活動 這次的主題是Arcation 請來了藝術家在市集的牆身上畫壁畫 Leon Lollipop走的是可愛風 而梅惠恩和廉佩文 就是走中國風的路線 就是吸引大家來打卡 當然啦 有興趣的話 你都可以一起畫畫 即日起至11月7日的週末 市集定時都會有Art Jamming的活動 大家可以和畫家一起遊牆之外 還可以在塑膠彩畫工作坊裡面畫畫 自由發揮 將你對昂平的感覺畫出來 提提大家Arcation的活動期間 還會有巨型的木偶巡劇 同樣都是週末才有的 想看就要留意啦 到時候 下一次 不管流後 放牆 特別為主題 那一段時間 我們有的 今天 再次